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东南亚快速发展的棕榈油业 正面临干看及盛盈现象的双重威胁 分析师警告棕榈油产量短缺 可能导致全球消费者商品价格大涨 三星电子计划在俄罗斯与印度 推出一款搭载自家作业系统Tizen的智慧手机 展现其挑战手机作业系统龙头Google和苹果公司的野心 据传三星也打算在印度将这款作业系统的应用范围扩大到电视 尽管会开始对国际金融业务分行OBU客户进行转案精简 预计为期一个月 对于跑单帮一卡皮箱就来台拉客的皮包客 抓到后会公公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里茨表示 欧元是欧盟的最大错误 然而舍弃这个货币已经太难 眼前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单一的财政联盟和金融体系 史蒂格里茨指出欧洲中央银行必须改变心态 不能只关注通货膨胀 也要注意经济成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新唐人的电视 蒋里报道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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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